2018年马来西亚杯足球赛决赛 精彩落幕 野牛霹雳两次在比赛尾声追平 120分钟与海归登下楼战成3比3 再通过点球大战4比1立错对手 以神奇逆转的方式 扩别18年重夺马杯 霹雳周星期一将放假一天 虽然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 但是还是无足球迷看球的心情 72000人挤爆沙南体育场 场内座无虚席 这是灯家楼和霹雳历史上 第三次在马杯决赛争冠 此前1998年和2001年各胜一次 两队上一次夺冠分别是在2001年 和2000年 所以这次都力争结束多年的冠军荒 开场不到一分钟 霹雳后卫伊丽丝阿末就回传失货 让灯家楼的向阳海岸前锋 奇帕单刀破门 灯家楼闪电1比0领先 灯家楼球迷疯狂庆祝 站至第42分钟 奇帕再次把球送入空门 助灯家楼以2比0领先上半场 下半场开始仅55秒 在线闪电进球 费尔道西赛亚迪助霹雳搬回一球 此后双方战行火爆 球员之间发生小冲突 而霹雳主力吉尔玛在第60分钟 染红下场 令霹雳处于少亿人烈势 站至第67分钟 轮到灯家楼英格兰外援前锋 因跃起针头球相撞 二黄变红 结果被驱逐出场 第85分钟 现场开始下雨 野牛的拼搏终于在捕食 第一分钟获得回报 严新龙把握机会远射破门 搬成2比2 把比赛拖入加实赛 法伊兹在加实第96分钟 以左脚起射 皮球飞进左门 助灯家楼以3比2领先 不过在球赛剩下最后一分钟时 灯家楼下尔维亚后卫俊吉 不小心把球踢入了自家楼门 把决赛拖到了点球大战 在点球大战中 霹雳以4比1点杀对手 以神奇逆转的方式 睽違18年重夺冠军 这也是霹雳队第8次夺冠 由于野牛霹雳队赢下了海归灯家楼队 霹雳州将在10月29号放假一天 NTVC中央夸夸夸夸夸夸 大战新闻火灯家楼阳 霹雳之路